第一次见,还有这样的文具盒,两边都可以放文具,关上盖子就是可以反复擦写的白板,寄作业或者当演算纸都很方便。 最厉害的是,简单几步的变形,就能变成一个角度可调节的桌面阅读支架,让孩子轻松阅读,减少颈椎的压力,非常方便使用,赶紧给孩子安排一个。